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 我说的是真心话 还是在故意说狠话 其实无所谓 不要再说了 给我一点时间 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去解决的 怎么解决 你还记得 我们在这里玩的游戏吗 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 我教你玩个游戏吧 一般说五招耳朵 对着大海说出你想说 又不敢说的话 好啊 来 跟我坐 看好了 毕业后嫁给我好吗 我不知道 毕业后再说吧 同学 毕业后嫁给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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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小山 我不再爱你了 小山 对不起 我不再爱你了 太累了 毕业 else 有一点一点累积 正爱你 地済姑娘 色积有惊na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上那些照片的事情 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不想再过这种备受煎熬的日子了 请你放过我 那你不管你舅舅了 我为什么还要离一个 出卖我的人 真的啊 那可以啊 但是你不要后悔 到了那个时候 我不会再接受任何条件了 瞧瞧你这个样子 我又不是老虎 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那是因为 我要时时刻刻把你留在我身边 好提醒我 千万不要忘了 我还没完成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还要赶去机场 要不你就马上关门 要不你就马上下车 但是只要你一下车 我就马上 把你舅舅送去坐牢 怎么样 先送我去机场 小山 小山 我在屋子里等了你很久了 我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童小姐 童小姐 到家了 童小姐 您回来了 吃饭了吗 童小姐 先回家吧 等莫先生回来 再好好跟他谈谈 你 你们放过我好吗 童小姐 我们回去吧 不 我不要回去 走 我们进去吧 进去吧 我不要回去 童小姐 童小姐 老马还不快去追 追上来又能怎么样 难道把他绑架回来 我去给莫先生打电话 丁管家 此刻莫先生正在飞机上了 手机是打不通的 那怎么办呀 莫先生到了那边 一定是忙于公事 我们就不要烦他了 还是等他打电话回来再说吧 也许童小姐 今天晚上就会回来 你怎么一定要不着急啊 我也在想 莫总会不会又放鸽子了 这次要是再放鸽子 我真要杀了他 莫姐 莫总 我帮你拿到房间 好 河姐 怎么还坐着啊 不是约了吃饭吗 走吧 还吃什么呀 什么 不是约了副总吗 因为你昨天放了人家鸽子 人家出门的时候不放心 又打电话过来确认时间 我没办法 只好骗人家说 你的航班延误了 要晚点到 一会儿人家又来电话说了 副总不等我们了 已经被陶静天接走了 是吗 看你漫不经心的样子 陶静天已经承虚而入了 他们去哪个餐馆了 我们现在过去了 还去干什么呀 人家早就开吃了 那就一起吃吧 反正我也饿了 恐怕人家已经吃甜点了 你去是要帮陶静天买单啊 我们跟副总谈的条件 已经八八九九了 他现在才来插一腿 有什么用啊 你不会那么天真吧 合同一天不签就有变数 如果你是这种态度 我宁愿你不要去 去了会更坏事的 你到底去不去啊 如果你不去 我跟文昊去了 我真的饿了 上千 莫总啊 莫总啊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陶总 新给我今天带足了钱 不然等你来买单 我可就惨了 陶总怎么可能带不够钱呢 像这种档次的饭店 吃一顿饭能花多少钱 莫总啊 你的意思是 但是这家餐馆 这家餐馆当时不够 我告诉你吧 这家餐馆是 副总的女婿 是吗 不好意思副总 我是开玩笑的 莫总啊 我本来呢 这家餐馆的 是一心等着你 带我到高档次的餐馆 去吃的好吃的 没想到 莫总是贵人事忙了 估计昨天忙 今天也很忙 今天晚上 就不打架你了 没有没有 我是特意赶来跟副总吃饭的 既然副总已经吃过了 不如我们去喝一杯吧 我已经在KTV订了包箱了 莫总不是也喜欢唱歌吗 不过我订的KTV 也是这种档次不高的KTV 包箱太小 做不下这么多人 副总 我们几次爽约 真是太抱歉了 能不能再约一个时间 给我们一次 赴金请罪的机会 明天我们就要开会了 决定项目合同的事了 下午就发通告了 哪还有时间再约啊 你们就陪着莫总去忙吧 副总 副总 莫总啊 这是刚才的发票 送给你了 这顿饭就算是你请的 不然你回去 怎么向你的岳父大人交代呢 好 我先走了 再见 你看你 现在怎么办呢 你说呢 吃饭吧 你不是说饿了吗 吃饭吧 吃饭吧 你来干什么呀 月盈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能不能 让我在你家里住一晚上 你那么出色 交了一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 他家的厨房 都比我这爆发户老爸的房子大半 何必来找我呢 对不起 你 你知不知道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啊 你要是想死的话 就死远一点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里的 我不想每天看着你心烦 你别跟胆小鬼一样 有事就躲 真没出现 你就会哭 本来我不想理你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了解你 没想到被你骗得这么惨 你最好告诉我 你是被骗的 你是被逼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爱上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有老婆 不然我非得把你的骨头拆了 当狐狸镜主了 就是你骗我 你也要这么告诉我 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妈 我守着这个秘密快三年了 第一次说 是对木震飞 就是你和赵高兴打他的那一天 他是莫绍谦的小舅子 我又有求于他 就对他说 第一次说 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以开口 就像是在说上辈子的事 是我的 不过 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第二次说 是对萧珊说 这一次说 我才知道 什么叫痛 我边说边哭 好艰难才把它说完 说完了还是痛 痛得死去活来的 我才知道 这个不是上辈子的事 是发生在眼前的事 今天 是我第三次说 好奇怪啊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就像 是在说别人的事 是别人的 不是我的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去上个洗手间 我去 月盈 月盈 你别哭了 快出来啊 你别哭了 月盈 你别哭了 你快出来啊 月盈 月盈 你快出来啊 你别哭了 月盈 我一直忍住不哭 我怕我一哭出来 把你也给惹哭了 月盈 我已经没事了 真的 你怎么总是这样 把人家弄得这么难受 我也很难受 不过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再难受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我有勇气说出这一切的时候 当有朋友 跟我一起分担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我知道 你一定会帮我的 不过 我真的没事了 别人欺负你 我不会欺负你 别人不理你 我也不会不理你 你就住我家吧 一辈子都可以 谢谢 谢谢你 月盈 你再说这样的话 我就把你扫地出门 你还笑 你先好好休息一阵子 我知道你喜欢上班 等你身体休养好了 再回去 我会跟金总说一声的 我现在这样子 还有什么脸上班呢 怎么会呢 他们现在都把你当成童话世界里的灰姑娘 巴结你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 沐震飞自报身份 出头为你顶纲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我现在哪还敢上网啊 连他也看不过眼 仗义出手 他弄了一些假照片 让赵高兴呢 把那些照片发在帖子上 爆出沐家二少爷就是你男朋友 先把网上的事压下去 那他自己怎么办呢 他不是普通人啊 他们家有头有脸的 他爸呀快被他气疯了 现在正召他回家训事呢 刚才赵高兴说 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了 那我不是连累他了 你不是连累的 我他真的有连累吧 他还真的有连累 相信他 他是连累他 他就是连累他 里面重复了 他就连累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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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 干什么呢 冷静冷静冷静 四川明镜花园肯定是贼 赶紧通知管家 管家 有着四川花园 赶紧过来一下 二少爷 老管家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是咱们家的二少爷 这儿没你们的事了 你们走吧 是 是 是 你总算回来了 真是想死你了 我也想您 我们家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保安 前几个月 这儿没进了一个小偷 所以增加了保安 快别人说这些了 你爸爸在屋子里等着你呢 这回你可闯大祸了 又要面胜咯 又要面胜咯 二少爷 二少爷 你终于回来了 还终于回来了 我可是经常回来 一年才回来三两次都想死我们呢 好了好了 别啰嗦了 快去见你爸爸吧 好 好 老爷 少爷回来了 爸 你被狗咬死了 爸养的狗怎么会咬我呢 我养的儿子却会咬我 哦 少爷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吃饭呢 来来来 陪老爷吃饭吧 这什么事啊 车里爬外吃 吃个屁啊 爸 我又犯什么错误了 你只顾问 这女人是谁啊 她 她是我一个学妹 我那帮朋友想撮合我们 所以就拍了这些照片 闹着玩的 她憋嘛 她憋嘛 你这撒谎啊 连眼睛都不眨一眼啊 说 她帮谁挺包 你姐夫是不是 说 为什么为了你姐夫 连你自己的身份都可以活出去 说 我这不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沐家的声誉吗 把事情闹大了 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 你怎么弄吵陈泊啊你 那我们沐家 向来形势低调啊 你那么直接身份 您知道网上那个八卦会怎么说吗 把我们沐家形容的玄之又玄 只差没形容啊 我们是指手遮电 雄霸一方的土皇帝 爸 对不起啊 您就别生气了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那些照片是你姐搞的鬼 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啊 爸 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直都没回家 说什么跟朋友去旅行去了 那正好又发现这个事 哪那么巧啊 旅行的都是骗人的 你姐这一生啊 现在能做的事 除了盯死他自己老公之外 还能做什么事 当初整人家宿舍在 就像掐死只蚂蚁一样 现在对付这个女人 那就更加易如反掌了 没准他还乐在其中啊 我问你 你跟你姐姐对着干 是不是为了那个女人 不是 她就是我的一个学妹 而且交情也一般 至于我姐夫的事 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 不信您可以去查 那么时候 你是在为你姐夫了 算是吧 她是我姐夫 帮个忙 也没什么了吧 你姓穆 他姓穆 你帮着一个外人干什么 你姐要队伍他 你猜过什么 你帮着一个外人 把所有的事情 揽到自己的身上 没吃到羊肉 弄得一身糟 你这样值得吗 冒着当初我怎么教你的吗 冒了当初我怎么教你的吗 冒了当初我怎么教你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嘞 不用事儿 那我先走了 好 郑菲啊 郑菲啊 好好跟你爸学习 你爸呀 才是真正的生意人 不走了 我送你 不用 不用 准备 懂吗 还是不懂 爸昨天跟志远叔叔开会 志远叔叔不是说公司的资金很充裕的吗 所以爸今天要教你这一课就是 防范未然 不能心软 必要是要交往死里打 等一会儿 对 酷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原來是N潘瑰 我也是N潘瑰 我就是N潘瑰 是N潘瑰 大家都知道N潘瑰 我已經快在去 N潘瑰 你還說N潘瑰 你還說N潘瑰 那你快在去 N潘瑰 我一定會想到N潘瑰 我很快到N潘瑰 我停在去 妳還說N潘瑰 那你過去 剛剛在說N潘瑰 当然记得 八脚导的我每句话 我都记在心里 只是 真要这样对姐夫吗 那你口口声声喊她姐夫 可是她怎么对你姐的 她有把她自己当作 是孟家的女婿吗 可是 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商业婚姻 也不能都怪她吧 我没有怪她 我只是不信任她 你也不应该信任她 更不该为了帮她 把所有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你这叫做感情用事 你知道 我是怎么知道 你在贴她顶包的 找人去查她 我没那么无聊 大费周章去做这些事 看这个 秀寇 这副秀寇 是她爸临死之间送给她的 她一直把她带在身上 几年前 你姐为了找查 看着这副秀寇 就不顺眼 就故意把她给丢掉 你知道什么 她就找人 打了几副一模一样的 这莫少千感情用事 到头来 就是这副秀寇 出卖了她的身份 你要是这么感情用事的话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正非 我从小啊 就用心栽培你 我到哪儿去开会谈生意啊 我都把你带在身边学习 结果你学到什么 你什么也没学到 还不如你姐姐肌灵呢 那永飞是个女儿啊 她不能继承我的家业 要不我早拿大方子 把你轰出家门呢 死定了 你这小人 行啊 我还没把你红出去 可是你却趁着到外面去读大学 再一去不回 怎么 你真当往哪里没辙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只想让你到外面去碰碰壁 闯一闯 等你闯了头部血流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回家 还好这些年来 你行事倒也谨慎 没有打着母家的 这个名号在外面给我招摇闯过 我心想 这小子啊 有接受我的教诲 所以我才一直放任着你 没想到 到最后你还是给我闯出货来了 真是白费了多少心思 你说 你现在该怎么收拾 我该怎么惩罚你 我想回牧师上班 留在爸身边 再重新学习一遍 讲大事一点 我想回牧师上班 留在老爸身边 再重新学习一次 请父亲大人恩准 爸 你还气吗 还饿吗 饿都没吃呢 管家 拿布碗筷 哎 来了 爸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 急什么 这事我会让自然给你安排的 这两天 就好好在家里先休息两天 爸 是 老爸 那我开吃了 吃到那么多菜 爸 我 他 我 你看 他 你 那我 我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明白的 只是我心里特别难受 过来 其实 我和萧珊早就缘分近了 只是我一直在做梦 因为我 害得大家都那么难看 伤害了林自贤 又害到萧珊被莫少卿侮辱了一顿 其实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都是别人伤害你好不好 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你只不过想给自己找一条活路 谢谢 还是睡不着 对不对 那我们喝点酒好不好 喝点酒就好睡觉了 如果还睡不着的话 那我们就喝醉了 贺姐 还有事吗 早点休息吧 我就是要请你早点休息 明天就有结果了 本来海南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有了气氛的把握 可现在谁也说不准 只能停天由命了 明天 你又要赶去参加股东发布大会 早晨七点的飞机 所以请你早点休息 别再胡思乱想 别再睡过了头 没事了吗 晚安 晚安 早晨七点的飞机 我猜 她是想出去透透气吧 也许明天就会回来的 好 知道了 我原来以为自己特别惨 我妈死得早 我爸因为挣钱经常不在家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 不过现在我才知道 我刘月盈啊 可幸福了 这样才好啊 总不能让你一起惨啊 我们两个之中 早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你幸福 我就开心 可是什么才是幸福呢 大把大把大把해 我是年三年 还是大把大把的男人 随心所欲 求之得之 或者 没有遗憾 可是什么才是幸福呢 是他 不要 喂 你真的不回家了 莫先生 那里不是我的家 在刘月盈的家里 不 不是 你还有别的朋友吗 除非你跟我说 你还有脸回到你初恋男朋友身边 那我就真的服了 那我以后 都不敢再打扰你 莫先生 我不想见你 我想安静几天 要不要我亲自去接你啊 我不想见你 我想安静几天 请你让我安静几天 你真想让我送你舅舅去坐牢啊 还有你那个好朋友 刘月盈的爸爸刘亮春 他好像最近 在跟我们远中合作 投进去的钱还不少呢 我求求你了 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你又在威胁同学了 刘小姐 我以为你是禽兽 是魔鬼 原来你是个病人 你是不是小时候说过虐待 有童年阴影啊 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你那么害怕了 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心里直发毛 他的语气 他的声音 我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 还是会害怕 你别怕 我找律师告他 那我舅舅就会坐牢的 你还理他呀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你又不是圣母 你救得了谁呀 你先管好你自己好不好 别回去了 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